大家好,我叫徐田 今天开始进入我们机器学习内容的一个偏理论的一个学习 好,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的机器学习之前已经讲了两个算法 那么之前呢给大家了好几道思考题 一个是问大家呢 机器学习到底什么时候会成功 是不是所有的问题 我们只要是说要求解一种变量的时候 都可以用机器学习 然后呢我们又给大家讲了分类模型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学习了KN和感知机 那么自然呢会问 在实际生活中怎么选择这些模型 那么我们就引出第二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模型 是好模型 然后呢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 包括我在讲这个房价先进回归 在讲其他的这个分类问题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其实很多特征 我们是要使用一些特征来预测 我们的变量 对不对 机器学习的关键呢是要提取好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好的特征 如何提取特征 其实这三个问题呢 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 你知道了机器学习什么时候会成功 就会帮助你了解后面的两个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整个这三个问题的一个解答过程 但大家也可以先去思考 好 那么我们这张机器课的结构呢 是第一 我们会学习机器学习适用的条件 然后引出概率模型 这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后续我们会大量使用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词基础上呢 我们会建立最大四栏估计 帮助大家分析模型的误差 然后呢建立这个模型评判的标准 然后引入鲜艳概率 以及正责化的概念 帮助大家做这个特征选择 实际上这些抽象的概念 就对应我们刚才实际提出的 那三个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第一来回答 首先的问题 就是机器学习什么时候会成功 那么我们给大家第一个条件 是叫模式存在 英语模式叫做partum 模式partum 它指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会后面有几张幻灯片 给大家讲解 大家先把这个个底放在这 而第二呢 是我们机器学习需要足够的数据 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第一第二节课都有体会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数据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模型是无法求解 第三无解细解 这个可能稍微难理解一些 那么我们说呢 其实很多模型 比如我们高中学的 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物理模型 它就不需要用机器学习 因为有非常明确的物理公式给出 比如说已知加速度 已知力求加速度这种问题 不需要你再做很多数据来求解 牛顿已经帮助你做完了这个事情 OK 所以只有说不能用那个简单方法解的 我们才去找这个机器学习的求解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模式 模式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一种叫做规律 或者说一种套路 那么它是一个机器学习存在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说 比如说呢 这个小孩子去推测狗 对吧 他看到家里的一只狗 灰色的这种棕色这种 这样的一种叫狗 对吧 这种叫狗 然后他可以推测呢 就外面 走到外面以后 他可以推测出来 外面跟他长得这些比较像 家里狗长得像 都是狗 那这样的一种思维方法呢 就是说他建立的基础呢 是说这些狗 确实是长得差不多 对不对 都是这种 就是我们一看就能理解出来 就是差不太多 那如果说你这个问题里面呢 就是复杂了 就是说相当于 这个狗不停在变样子 变得就是提笑皆非 对吧 一会是猫 一会是狗的样子 那这个狗的一个概念就很难建立 机器也很难学习 也就是说 这种套路 或者说这种 就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模式的一个基础 好 那么我们来看像这样 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模式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呃 第一个图呢 就是说我们有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啊 嗯 天气变化这个图呢 我们这么理解 呃 就说它本身天气随着时间在变化 所以时间在变化 然后呢 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呢 本质上呢 它体现出来了是晚上低 白天高 呃 一年四季呢 都差不太多 嗯 我们假设这种晚上低白天高的规律 电子也都差不太多 那这就是一种模式 那么如果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预测天气 因为 套路嘛 我们只需要把它学会了 我们大概以后面会发生什么 大家不看这个图也能猜出来 那像这种花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图像数据 它是一个啊 那么你去看大家 这种这种规律性的结构呢 是组织构成这个概念的一个基础啊 这个这 这是一个卢慧 卢慧 概念的一个基础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种规律性的结构 那么是一团糟 那就是一团糟声 那我们是 范面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像比如说大家说股市难以预测 就是股市里的模式是很难寻找的 甚至有没有模式都在争论 模式必须是稳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变的一种东西 但它可以有一点点的变化 但是不要超过一个限度 OK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是积极学习存在的一个基础啊 那么如果说大家 给有某个人给你一组数据 他们是完全非常凌乱的 是一个疯子写出来的 比如说房价的一个数据 他就随便给北京五道口 华清家园五百块钱 然后回龙贯的房五千一个月 那这种情况 就基本上没法预测了啊 除非你能够 把它心理的模式也给找出来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叫积极学习要有足够的数据 我光说这句话还是不够的 其实积极学习要有足够的数据 这件事呢 也体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数据越多 我们的模型就越准确 比如上一次呢 我们给大家预测房价 用了一百多个训练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大家增加训练数据 可以去做一条曲线 会发现呢 所以说数据从一百到一千到一万 你的精确度会越来越高 当然呢 它有一个上限 我们回来会给大家提上限在哪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曲线 就是随着数据增加 那是这样的 在没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它肯定是零 就基本上就是没有准什么准确度 但对 那么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数据 是低生产力 对于积极学习 我们所有的工业 包括跟这个积极学习有关的 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想办法收集最核心的数据 希望ulk竟な tare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拜